哈喽大家早上好 现在是 哎呀我的头发 现在是周日早上的 八点半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早了 作为一个周末来说 我现在开车去 接我的朋友 雨昕 之前她也上过我的那个 视频就是教软件结婚那个和她老公 然后今天我们要去 LA北面 最大的佛教 叫什么佛堂 对庙 佛教庙 我们去LA北面最大的 就是华人的这个佛教 的庙去拜一拜 因为雨昕最近碰上了一个 很苟谢的事情 一会儿等她上来了我可以让她具体 跟大家讲一讲 十分的扯 大概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她退租了 一年的公寓 然后突然找上她 让她拖欠房租 然后还要把她去除给她下了一个unlawful detainer 就是去除令 然后等一下她上来了我让她跟大家讲一讲 是怎么人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的 ok那我们现在先开车 let's go 我们一会儿去的这个寺庙叫西来寺 如果敢进去的朋友可以查一查 我也没去过我一直想去来着 但是她在那个疫情期间就是关掉了 然后她这个事出了以后 雨昕就说太会气了我得去拜一拜 然后我们查了一条 我说正好我也想去 我一直都想去来着 然后她现在开门了 9点 每天9点到4点钟好像星期一关吧 然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洛杉矶最大的佛教这个庙宇 长什么样子 因为她就在华人区那边 然后中午我们就约了我的律师一起吃火锅 本来是就是一起想找一个律师 帮她解决这个事的 然后我的律师就说 你这事也太小了 你请律师值不当的 我当时也跟她说 你自己找一些证据什么的 这样一个一个 现在呢已经都解决了 但是整个事情很抓麻 我觉得跟大家讲一下 以后可以就是 租房子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点 可以避免这种不必要的麻烦 哈喽我在录视频 这位就是受害者 一会让她给你们讲述一下 她的遭遇 你吃完了吗 那我进去 那我进去 OK 看雨昕的猫 Oliver 你看她肚子跟夏丽同款 来 这位女士 她的先生肠胃不太好 太不好了 她在 现在那个 OK 现在让雨昕跟大家讲一讲 她遭遇了什么 今天还要讲述全程 对 对 我跟观众说我们去那个佛斯拜一拜 是有原因的 我觉得是今天需要拜一拜 因为一般这个其他事情我就自己 take care 就是这种这种事情才去找佛祖 OK请坐跟大家讲述一下你的遭遇 我这样就就访谈我早上脸刚洗完 没事很亮 我刚擦了防晒霜 所以现在整个人脸上 没关系不要有偶像包袱 没有偶像包袱 没有偶像包袱 所以我们的背景呢 是雨昕和她老公一年多以前 一年多以前 一年多以前 去年六月的时候 开始住在 North LA的一个公寓里面 嗯 然后后来他们就换工作了 他就搬到就是 你们一时的爸爸妈妈家 嗯 六个月之后是十二月份的时候 对 就搬走了 然后我们把 lease transfer 给了一个 想接受我们剩下六个月 lease的一个人 嗯 当时跟办公室 leasing office他们签好了 这个 lease transfer document 放一下 嗯 好 ok这样 然后 然后我们就搬回来了 那是过去的九个月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收到 Late rent notice 或者是utility bill的这个reminder之类的 就是他们把这个 lease全部 都转给另外一个人了 但是呢 他在这个转过去 应该跟他们已经没关系 他什么都签掉了 对对对对 但是他还是经常说到你要交水费 你要交电费 你要你要付房租 对 乱七八糟的 但是他也没有在意 他觉得可能只是他们没有把它 从系统上给删掉 对我以为就是这个通知这个系统 我们没有被删掉 对 结果是前两天发现 我们从没有被从那个房租的合约上面 签掉 呃 这个 就是他们 就是 对他们本来跟这事 已经没关系了 后来这个公寓呢 就换了一个这个管理公司 然后他们签的合同当时在系统里 但是他们转的那个合同 somehow就是丢掉了 消失了 然后转过去这个哥们呢 就是也消失了 一个月 嗯 他去墨西哥出差了 对 这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的 刚开始我们并不知道 这是他收到了那个管理公司的一个通知 说你要被我们驱逐了 对 你要你要你给你的老公已经就是拖欠了一个月的房租 然后你要付给我们这个 然后你要找个律师处理一下 我们给你报上庭了 说要驱逐你们 然后 满头问号 三个问号 与兴说我都搬出去这么久了 你去 你说哪去我 我都不在里面 都快一年了 对 我真的给他们回邮件 我说你想去乳就去乳了 与兴说 然后他就他就问我说这个事应该怎么办吗 然后刚开始我就问 我与兴就不想管 他说我找个律师 我说你这事也太小了 这就是我问了一下我的律师 他也说你这事也太小了 你去找律师 我说你还是要自己收集一下证据 然后他就开始了他就是上礼拜这个漫长的收集证据的道路 oh so painful 对 那首先联系了这个 就是目前 不是你先联系现在这个管理公司 对对对 现在这个管理公司有一个大结件 就是人类史上的奇迹 那这都不是一个人 你就是个AI智能 你跟他不管说什么 他都说这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你现在已经被我们驱逐了 然后你一定要赶紧叫 就是他重复的都是这一句话 对 不管于是跟他怎么解释 说已经有个新租客 我不住这 他给你的回复都是统一回复 交房租你被驱逐了 没有付我三天九百三十五百三毛四 还要把支票拍成照片发给我 对 不然我们没得说 然后就这个人非常的不逃跑 然后我们就开始找就是之前那个管理公司 然后他还跑到那是个比较大的管理公司 对吧 然后他在尔文这边还有一个办公室 然后他就跑到人家公寓那里 因为打电话什么的这些都不好联系 对 然后那个现在的那个你知道是个BOT 那个大姐 然后我们还挺想跟他就是他在网上所有的这些什么social media 这些 因为我们很想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 蛮差无此人 就是说估计是得罪人太多了 不敢留这种事情 对 然后他就跑到就是上一个那个跟他签的这个管理公司 然后人家还挺好的啊 就是太多人还蛮好的 他们有想要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毕竟当时签这个文件的时候还是他们的管理 嗯 但是他们说我们就是转的时候已经把所有的这些都让给别人了 我们没有记录了 对 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关键证据丢失了 他签那个lease transfer就是把他的租约还给就是下一任的时候 他签了两个就是y signature y signature就是用手签嘛 你如果用电子签的话 你那个email里面会有一份copy 你如果手签的话 你需要把那个质的那个就是拿走或者scan 一般都是签两份人家一份你一份 嗯 然后这位朋友他没有留 我当时把人家烧薪嘛 我就说赶紧搬走 对他就他签完以后他啥都没拿他就走了 我高高兴兴和家去 开着屁股就走了 然后呢我就让他找他自己的证据 他提起在这呢就是跟原来别人的那个email 我就看有没有人家说oh you're all good 什么之类的没有 嗯 他就到就是租的上一步 就是跟人家说找到了 然后人家查那个人的什么信用记录之类 之类的 然后就没有了 就没有一句话说那个 啊我们已经就是转出去了之类的 然后呢他就跟那个boot 就是那个现任这个这个管理公司的大姐 说人家说你的证据不足 你要交房租 然后他跑到这一就是上一任 呃就是管理公司也没有 没有 对 然后 这个东西消失了 对 就开始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追踪 我的租客 他的租客 这是下一任租客 耶 给大家讲一下 呃 我上班八小时呢 就是每天打开电脑打开我的browser 开始输入我租客的姓名 输入他所在的地区 然后再打上他的电话号码 经过我三天的不懈努力的 上班之前上班都没有这么认真 哈哈哈 然后找到了他的linkedin facebook和instagram 哈哈哈 然后就开始在instagram里面dm他 嗨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we're talking about your story to my yeah you'll get famous yeah she'll be famous share her real life story 然后你 然后我就在instagram里面联系他 然后结果他对这个事情就是 根本不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 其实在这边有就是他是我们不能这个种族体摘 还是某一种种族比较有点不是很organize 对他是有有这个经济能力的 但是他是总总忘掉 对 月初的时候他总要隔两天他在对 在付房租 我有一人租客也是这样 就是你每次找他他都有状况 要么就是他女儿进去诊了 要么就是他做手术了 要么就是他在加勒比海什么做邮轮没有信号了 反正每次你都要追他一下 然后就是他让他设一个自动付款 他也不适合就是整个人很不organize 对他对这个事情不是很在意 对 觉得对他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对 然后这一次是 于希在instagram上面 direct message了他 然后他就描绘了 他描绘态度很好 他说 怎么可能 这些人 怎么对你做出这样的事情 说你不要着急 我说今天晚上就连夜从墨西哥开回来 我说 大哥也不要太激动 付钱就行 对对对 他回来当天晚上就把支票寄好 然后拍了照片 他说已经drop off the office了 对 然后他那office做的很绝 都把他直接从系统里提进 提出去了 对就是online payment已经付不了 然后你就只能写这种 写check 对就等于直接把他们 就是提出去 然后贴那个条 让让让让就是 马上要去逐了那种感觉 是的 嗯 因为已经9月月末了 他月初的时候 这房租就没有交 对 还有一个细节忘说了 当时 雨昕就是因为他那个lease 是从6月份 对吧 去年6月份 到今年6月份 然后他欠的这个房租是9月的 雨昕就说这都不在 就算是我的 那都不在我原来的那个 那个范围之内 就是跟我有下关系 我是不是可以忽视他 就是对方脑子有问题 嗯 我说等一下 如果说他自动去 他那上面有一个条款 说就是你不用 不是说就是我到这个就 就完结了 而且说我到了以后 自动开始去 你不给我就是停掉 我就不停的话 那还是你的责任 结果 他就是有这样子 这么一个条款 就是说你不给我一个30天的这个 通知 通知 我就自动 我要搬走了 对我就自动就是charge你钱 就默认为你还要住在这 一直到你给我停掉为止 然后他在上面就有这个 ridiculous 对 ridiculous 所以大家签lease的时候 一定要看那个fan print 一定要了解你都签了什么 这个不是说所有类似都这样 但是写的都是这个就是房东嘛 你租的时候你不看清楚 你就不知道 对他这个如果说这个租客不靠谱 就是租客是故意赖的话 这个事情就很难解决了 就很难解决了 那他在法律上面其实是他是需要 因为是你的责任你负责提供证据嘛 那他现在没有就是solid的证据 那他可能就面临着要帮那个租客 补期之前欠的房租 然后他要多交一个月 因为他要提前30天才可以terminate 所以跟大家以示警戒 签东西的时候要留一个copy 然后签合约的时候一定要看小字 看小字 对一定要看fun praise 哪个哪个字哪个字字体小字体大的 你都可以忽略一小的哪个字小看哪个 越小越susbecious 对越小越susbecious ok 所以这事嘛 没有对他造成就是经济上的影响 但是心里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对我的曼哥老师 现在已经非常的糟糕了 对但是 到这他结束以后周四的时候找到这位大哥了 对 然后周五一期就请兵驾了 他认为 就是觉得整个人头脑混混 还需要一个这个 getausk的机会 对所以我们要进行一系列 这个心里purify的过程 我们先去找佛祖就是 去拜拜 讨论一下这个事是不是 呀 与其最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哈哈哈 导致了你有吗 没有 我一直在积攒非常这个positive the karma point 嗯那肯定就是这个用到了 你看这次就解决了 嗯 去跟佛祖还个月吗 好好好 ok我们其来一次走 其来一次go parking 右边 我们到了 刚才开了一路山路 然后到这 这个好大呀 这周围 我给大家翻过去看一下 他这边需要网上就是填一个预约的东西 然后 但是我们当时找了个码 就填了一下 很简单 哇这是超大的 我们刚才从那个路开过来 我们刚才从那个路开过来 这个是他的 他这个地方在哈西安的室 这个位置特别棒 来过来就看一眼 白鱼西 这边都是居民区 然后这里上来 这是西来寺 哦好大呀 我们上来的时候他给我们发了口罩 不知道 然后他要求都戴口罩 但是也没有要门票 没有停车什么钱之类的 我们刚才在主店里面拜那个火主 他里面不让拍照 我也觉得拍得不好 然后我们现在到他内庭 在这个后面第二个店 周围供养的都是不同的神明 我就随便拍一拍里面 我就不拍了 我们从西来寺出来了 然后现在离我们计划的吃饭时间 还有一个半小时 所以我们就在这周围 火锅店里真的很简单 所以我们在周围逛一逛 逛逛超市去一下Costco 然后那应该去吃火锅 鱼西觉得这个寺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好 很大哦 规模搞得非常好 然后里面他好像都是那种 就佛友在当志愿者 还有一个老外在做托尔讲解 但是里面我们都觉得拍一下不太好 我就随便拍了一下 他被支持了 我就没有再拍 其实搞得挺好的 就是他在送经 今天他在送经 都是台湾人 很多台湾人 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华人区的Costco 有没有什么在二万的不一样的中国小零食 这里面是什么 这是空的吗 这是个群田罐 我以为里面是巧克力呢 哦 那给你抓多少钱 这个不错 你看这是个群田罐 这边都是Halloween的东西 一定是去 这边是非常酷 很酷 太冷了 我过去了 紫鱼酥 你试过这一吗 是的 那是很好 是吗 我觉得我现在有在包里面 真的有了 我觉得我用 用一个饭 在包里面 你没有吗 是的 他是说他有 他有包里面的饭 你喜欢吃吗 我不喜欢吃 好感動 我們在這個火鍋店門口晃悠 等著吃飯 因為我們還約了律師 我讓他過來 我有點餓,你餓嗎? 我還可以 你覺得你腿部可以處理另一個好事嗎? 我聽說你已經一年了 對,我沒有問題 你會不會嗎? 這個地方是非常有趣 對 它是值得的 它有變臉 Nimi是喜歡的 Nimi,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變臉? 變臉 它是變臉 哦,我喜歡 我們現在到飯店了 我在錄影 這是我的律師 你在說什麼? 向我的觀眾 我的天啊 什麼事? 你不想在那裡嗎? 我不想在那裡 沒有? OK 我沒有吃飯了 他不想上去 OK 跟大家拜拜 一起拜拜 拜拜 拜